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住在部落的李奇恩 这一天 夫妇要带他们去山上 巡逻一下他们之前所设下的陷阱 我们要去看陷阱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走 不要太大声 因为山猪会闻到人的味道 而且我们走过的地方 他也会闻到 如果我们走来走去的话 下一次他要走这边过的时候 他就已经闻到我们的味道 就不敢走了 我们快要到陷阱的时候 在十公尺我们就站住 然后望一望 看一下 然后因为他有受过伤的时候 他的攻击力很强 他会马上去咬我们 巡逸跟夫妇在一起 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怎么看陷阱 我觉得他跟夫妇学到很多很多的母语 因为有些母语我们都不会讲 看他也很喜欢跟夫妇 因为夫妇都会讲故事给他听 那你就是这样放 其实我跟我老婆有时候在想 让他下去读书 可能对他课业比较好 但是现在社会都多发面多元化 我就觉得课业不是说很 我不是很在意课业 我是觉得他很自然的长大的 分辨出是非就好 他是安里夫 家人为了培养他的竞争力 又能同时兼顾部落生活 每天从部落开车送他到都市读书 展开了部落与都市间的追寻 我们当初回来山上 回来部落生活 我们纯粹是要让他有一个 在部落里的一个童年的生活 我是爱哭 我今年四岁 今年四岁 他一直到幼稚园大班 都是在部落 主要就是让他在这里 跟部落的孩子 然后在自己的家乡生活 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那后来是因为我是觉得 他已经需要有就学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后来是决定 他大班的时候 我就把他带到屏东去 那主要就是让他在屏东 可以跟一般的 平地的孩子来去学习 那其实我是希望他可以在那边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他在那里读书的环境 我们现在到现在到 我们到现在到 地车 三十年 在这里 我也要在那里 我走了 我们到 Swing 在都市生活了三十年的阿道 为了找寻真正的自己 从都市前毁了部落 他的孩子寇尔廷 也在部落中读书成长 原来这个我是从小 在部落也好 在学校也好 在环境里面或是社会里面 或是国家的观念这样子的灌输 这个东西都不是真正的我 然后我在想 到底有什么是真正的我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怀疑 一直在否定 一直在否定 我必须要知道 阿米族的原来的曲调 还有诗词 它的词都是很有诗意的 有些歌谣的文学心都很高 我感觉到我很高兴 已经找到了 我觉得部落是一个很大的教室 然后生活在部落很幸福 然后在部落可以学习大家宝贵的文化 我感觉到我们的诗意的 阿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